现在我们来扔我整理出来的那些不要的衣服 床单被罩什么的 前面有一个回收的垃圾箱是扔衣服的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 所有的地方都关门 所以停车场里根本就没有车 只有几辆车在那停着 这就是那个垃圾箱了 没有了吧 这些地上摆的这些床单被罩就是刚才我扔掉的那些 我其实有很多我都没有把它拍下来特别遗憾 我只是拍了一部分 其实我们扔的特别多 就是刚才在垃圾箱扔的那些东西 我也是只是拍到了一小段片段 前面那一段才发现自己没有录像间 所以就没有录到 比较遗憾吧 现在我们家的床单被罩 加上枕巾 还有浴室里面用的浴巾 加起来 同工我剩下的就只有这样子一小部分了 之前就是这两个柜子 就是堆的老高 基本上已经把它塞满了 后来我才意识到 我其实放了很多 我从来都不会用的 然后几乎是新的东西 所以必须必须得把它们扔掉 现在这就是我家衣柜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是一个最大的衣柜 之前就是里面上上下下 都全部都堆满 乱到不行 经过整理之后呢 就已经好多了 然后这个是卧室的衣柜 也是已经整理之后 下面已经空了很多了 之前就是下面全部堆的都是东西 上面也是挤得满满的 反正整理完了 我还大致还是挺满意的 然后这个衣柜呢 是我老公的衣柜 我老公的衣服特别少 所以它只占了一个小衣柜 那它的衣服也扔掉不少 然后下面呢也干净了不少 下面呢是我们家那个客房 就是客人来了以后 盖的杯子 还有杯套什么的 我都放在这边 然后这是旁边的一个小衣柜 装一些比较小的叠起来的衣服 现在也少了很多 之前都是满满的 收拾完衣柜之后 我就开始收拾厨房 那厨房里面这些玻璃杯 我已经扔掉一部分了 这是今天又发现一些红酒杯 从来不用的就把它扔掉 还有一些小电器啊 三明治机 咖啡机 压力锅都把它扔掉了 然后这面是 在卧室的抽屉里面 找到的一些 从来不用的一些零七八岁的东西 还有一些过气的钥什么的 全部都扔掉 这是两个吹风机 也是从来不用的 我把我所有的锅 现在都放在这个抽屉里 之前这个抽屉 就是放那些红酒杯啊 玻璃杯什么的 但是把那些杯子扔掉了之后 我就有地方放我的锅了 我还扔掉了很多的鞋子 然后现在呢 这就是我的所有的鞋 我全部都把它放在 就是这个衣柜里面 它只占一扇门 就是从上到下 我和我老公 我们两个人的鞋子 我现在就是坚持一个原则 为了不浪费钱 也为了不占用空间 我就打算将来买一双鞋 扔一双鞋 而且我想到了一个 非常好的办法 就是我们平时找鞋的时候 非常花时间嘛 然后我就给每一双鞋 都拍了照片 然后呢 把它贴在鞋盒上 这样我每次一找鞋的时候 我看到照片 我就知道 这双鞋 是这个鞋 然后一眼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就非常好找 包括 包括那个鞋刷放在那里 我也把它记得很清楚 然后像下面这一格呢 就都是我老公的鞋了 他的鞋是很少 就这么几双 然后这样一目了然 我觉得也比较好 这样子鞋字的收纳问题 就不是我们家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然后下面呢 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就是怎么样买一双鞋 扔一双鞋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我曾经买的鞋 就是这双耐克鞋呢 它的确是很漂亮 而且呢 它还带一个增高的功能 就是穿上是很好看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还非常非常的新 但是我为什么 为什么它这么新呢 因为我没穿过几次 每次穿它的时候 我的脚就是这个地方都会疼 磨得非常非常的疼 所以 而且我又一直不舍得扔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现在断舍鞋之后 我发现我必须得把它扔掉了 于是那天去打折存 我就买了左边的这一双 这一双非常的软 那么我就买了这一双 因为这一双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面呢 它是非常软的 是布面的 所以我决定以后 我要是买运动鞋 我一定不买那种皮面的了 实在是挤得我的脚 生疼 走一天路 最后脚上都会抹起泡的那种 然后这个鞋呢 也很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它也有一个增高的功能 就是厚的这种气垫的鞋 所以呢 我既然买到了这一双呢 那么这一双就一定一定 要把它丢掉了 那么下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我开始做断舍鞋呢 主要是因为 我觉得家里现在越来越乱了 以至于我每天下了班回来 我觉得好乱哦 好难收拾啊 每次一提到打扫卫生 吸地擦地擦东西 我都觉得是一个压力 是一个负担对我来说 然后就会导致自己心情不好 然后最近又接触了很多 讲断舍鞋的YouTuber 我觉得他们讲的都特别有道理 然后我也受益特别多 于是我也打算开始 就是做这个断舍鞋了 大家从图片上可以看得到 就是上面是我刚搬家 就刚搬进这个公寓的时候的样子 那个时候还什么都没有 就是这几件家具 然后下面是现在的样子 那么可以看到我左面这边加了一个健身器材 这是当初为了减肥的时候用的 那减肥的事情我们将来再说吧 因为我也有一段时间成功减了20多公斤 也真的是非常有成就感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一直放在这儿 但是最近又因为不能锻炼 刚做完手术 所以这个东西放在这儿 就基本上没什么用了 所以我打算把它处理掉 然后下面就是厨房 大家看上面这个 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 厨房是多么的干净 然后下面是现在的状态 乱的简直是一塌糊涂 因为我每次一打扫厨房的时候 我都觉得头疼无比 因为厨房里的东西越塞越多 东西越来越多 然后里面都塞不下 然后放在外面 然后我们又加了两个小柜子 原本以为把东西放在小柜子里面 会更整齐一点 后来发现原来会更乱 所以呢我打算把那两个小柜子也撤掉 然后所有多余的东西都撤掉 然后不行的话就再扔一些 扔一部分东西 不然的话这个厨房实在是太乱了 然后就是这个客卧 以前呢我们是把它当做主卧的 但是后来把它改成客卧了 但是大家看一下下面这个图片 现在这个客卧里面有多乱 我基本上是把它当成一个 晾衣服的洗衣房在用 然后也放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地上也摊着很多箱子啊 还有什么 哎呀总之就是要多乱有多乱了 这还是我前两天已经收拾过了的结果 不然的话那个床上摊的都是 我老公的衣服什么的 他回来就喜欢把衣服随手一扔 然后扔在床上 然后下面这个照片呢 是我们客厅的另外一面 就是连接厨房的那一面 那我们曾经是放了一个红色的这个吧台在那里 然后本来想的是可以 有朋友来了可以坐在一起喝喝酒 喝喝茶 聊聊天什么的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吧台摆在那就是个好看 没有任何的作用 我们从来都不去做它 然后基本上是没什么作用 现在被我们搬到厨房去了 可是搬到厨房去呢 我又觉得它太占地方了 所以也觉得很不顺眼 但是后来呢我们把这个位置放了一个桌子 就是现在我的办公桌 然后旁边放了书架 但是也非常的乱 所以我也在考虑就是 到底这一边这个角落 我要怎么样的把它弄得规划的好看一点 我知道断舌离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但是我也希望能越早开始越好 所以呢我从这个星期开始就忙活了一星期 就是大家看到前面的那些扔东西的画面 就基本上是我一个星期的成果 扔完这些东西之后 我觉得已经感觉轻松了很多 并没有觉得什么不舍得 或者是不想扔的那种感觉 我反而有一种非常爽的感觉 因为我仿佛看到了过一段时间 比如说过几个月 我们家里就干净清爽的样子 所以呢希望大家能陪我一起见证这个 我这个断舌离的过程 那我每隔一段时间会更新我的视频 那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视频 陪我一起断舌离 然后见证我这个断舌离的成长吧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心情 这个球一直待在我们家衣柜上面 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自从买来它就一直把它扔在上面 所以它是必须得扔的一个东西 我都不知道我当初花钱买它来干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